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志运画廊听话的故事 我是刘苏玲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本地画家吴启正先生 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话的故事 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是学水墨画和水彩油画,都有学? 我中学的时候是水墨画 那么后来就做油画 退休以后开始画油画 然后大概油画 基本上花了两三年后 我接触水彩 然后就基本上就慢慢慢慢越喜欢 越来越喜欢水彩 所以现在通常都是比较多画水彩 基本上可以说 比较沉迷的水彩 好,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老师的很特别的话 都是很大张的画 其实我发现那天我看过老师做一个示范 所以老师画水彩可是用的是毛笔来画 对,我为什么说要毛,因为从开始我画水墨画可能有关系 因为毛笔的含水量很高,大多,所以我很适合 你的风格 基本上这些都是水,很多水的时候 我才加这个光暗下去的 所以用大笔 大笔来涂 所以这个画里面来讲,我就大笔过后 照传统的水彩画应该要留白 对 留着原来的纸的白色 那么这个因为如果留的话就很脆 所以要慢慢去够,慢慢不符合我的性格 所以我就完成了之后 等到完全干的时候,我用白色来画出这个绿 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风格 所以老师这些也是水彩吗?还是什么? 也是属于水溶性的材料 水溶性的材料 主要是画中国画的时候用的 哦,是画中国画的时候用的那个 水溶的材料 所以你融合了你以前学的水溶化的那些知识 跟把它放在 所以这些树枝什么,我都是用毛笔 做起来会比,用水彩笔,自然 哦,是这些都是用毛笔勾出来的? 用毛笔的,比较自然的,要突出 对,所以我觉得感觉有点不一样哦 那么我处理的时候 一本上像这种东西我就在那边 经过好多次的 在那边观察,在那边写色 打了稿,回家画的 所以比如我早上在那边 天空可能是白的 也可能是很蓝的 但是我回来之后,我觉得把它改成黄昏 所以我的天空就改了 自己把它改成,改颜色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写生的时候看到什么就一模一样了 可以有自己自己的感觉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写生是给我们增加我们的产事 就是说黄昏早晨 那种的颜色变化 再寄在脑里面 然后才可以回到家里再去做了 才可以把它融起来 然后再自己 根据自己的那时候的心情 认为要用什么时间段来处理颜色 所以天空不一定是要蓝 也不一定 对 我就是我个人的 对,所以这样的构思也是很有趣 所以这幅图才有这样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 这个会让那个鹤 我不懂这个是什么 鹿 鹿 鹿 比较突出吗 因为如果我们是留白的话就没有这么明显 对吗 留白主要是可能背景很破碎 你要慢慢慢慢勾勾勾勾勾勾 它的颜色就不容易 不像水彩这样 不能够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大笔的一笔过去 等它干了再夹 还有我那些看到老师示范的时候 也是有那个倒水的在喝 因为水分很多 那时候它是给我半个小时 所以一边夹解说一边话 所以水分很高 所以我要给它自然的流 流出一种 所以你就有那个倒 那个这个翻纸的感觉 OK 所以让那个水跟那个纸的自然的融合了 对对对 主要讲那个字了 嗯嗯 所以其实这幅画是在我们新加坡的 对啊 宋奈博勒 宋奈博勒那边 对 主要以那边的景色跟它那个 我这个景画 好像在这张产品上的那一张也就是 宋奈博勒油画来的 嗯 那个是油画 这个是水彩画 嗯 好 老师你放那边 这个也是对吗 这个就完全 跟比较很浓的中国画 啊对 因为那个 很浓的中国画 那个 主要是在中国画里面才用的 嗯 喝 当地喝 所以前几天想想一下看在家里美食干就 嗯 就画 但是树还是以红树林的树 哦 红树林 所以不到那个沼泽地的 做背景 嗯 然后加上 嗯 嗯 那么这个摆着就是留白的 哦 这个是留白的 留白的 OK 就先要勾出它的形状 嗯 然后涂上涂的时候这个要留白 嗯 不然太大面积用刚才的方法就不大适合 哦 OK 所以有不同的 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技巧 嗯 对 所以这个主要是飞禽类的一个系列 嗯 很漂亮哦 喝很漂亮 喝在中国话里面 那他们话得太多了 哈哈哈哈 可是把它喝放在这样的景色也是很不错吗 不同的感觉 我也不清楚 自己喜欢就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最重要是自己喜欢对吧 嗯 所以我们还有多一副鸟的系列 这个也是说到Bero那边 这黄昏完全是 可以看来就黄昏了 嗯 这红树林的根树根 哦 那么鸟 鸟的姿态 这种变化都是观察的啦 嗯 嗯 我没有办法叫鸟 你停住 对 你不要走 对对对 所以就观察之后呢 不断地练习 嗯 才能够找出这种它的姿态 对对 很漂亮吗 它的脚都是很漂亮的 它的 它的那个井跟它的脚 嗯 嗯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都是水的 嗯 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没有很明显的那个颜色变化的界限了 都是融在一起 哦 颜色都是融在一起 这个就是你的意思 它不是 看起来有一种意境的 嗯 看起来有一种意境的感觉 嗯 所以它是用水而融合 不是去用笔去把它画出来的 对对 色调 嗯 那么 我的画通常就是 焦点的地方 比较亮 哦 或者 比较暗 嗯 这两种方法 OK 那么把这个焦点 别的地方都蒙蒙茶茶的 可以这样讲 哦 OK 不算清楚 只是作为背景 哦 哦 OK 所以有这样的那个 那个程式 那么该暗的该亮的 嗯 这些没有 很看不出一种笔出 但是有光暗啊 对 这个是智朗那种 那时候 嗯 用笔勾出来的 嗯 嗯 我觉得老师的水彩画跟 呃 颜色比较深哦 嗯 大多数看着水彩画的颜色会比较 呃 淡一点 我比较用濃 比较浓 比较浓哦 比较浓 嗯 还有因为可能你也是用毛笔去勾 可是如果你用毛笔勾 线条的话,也是用墨吗?还是用水彩的? 用水彩材料 颜色都比较深,所以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水彩也可以让人家有很气... 这个是... 几年前在中国过年,我想那时候天开始暗了 所以黑暗,灯光一亮起来,很灿烂的感觉 那种气氛啊 过年的气氛 所以很写意的啦 根本看不到是物质露在哪里 对对对 树也是大概大概有的样子 对对 这个完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这个颜色很漂亮喔 你说你那个亮的,重点的颜色就很亮 真的是非常亮 这是重点的地方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灯光嘛 你没有办法去勾它 我就... 气氛就用这样喷下去的颜色 哦,这个是喷上去的? 喷,就是灑上去的颜色 哦,怪不得 灑上去变成一种灯光 不规则的灯光 就好像我们看到圣诞节那种亮亮的灯光这样 所以这个是灑上去的 所以是画完之后才决定用这个部分来 就画完之后看看,也还不够热闹啊 那种灯光还不够...没有那种节庆的 对,所以我就用黄的 嗯... 直接下去,这样 嗯... 撒下去 对,所以才有... 对,所以才有... 好像这种... 满树都是灯光啦 啊,啊... 事实上也是这样 好像我们圣诞节也这样 对,对,对,对 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本来是很好奇 这个一点一点是怎么样 一点一点点点上去的 是喷上去 是喷上去 撒上去的 OK,所以撒上去是用笔吗? 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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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笔,沾了很... 含水分多的 颜色也浓的 嗯... 然后这样,撒上去 嗯... 可是不会怕... 嗯... 弄肮脏吗? 他们不是说很容易混合然后会肮脏 嗯... 这个要经过好多时间 要抓得到水分 刚刚好那个时候 啊... 撒下去 OK 太钢 太湿撒下去 呃... 它可能被 原本的 深色有 盖过去 对,对 所以变得很脏 嗯... 或者太钢的时候撒下去 那一点一点太死了 啊... 没有关的那种 没有exhort在那个纸上面 啊... 哦... 所以... 所以... 这个都经过好多站 丢掉好多好多 所以... 拧护到一点点的这种技巧 啊... OK... 所以这个是需要有一... 很研究那个水分的那个... 不一定是 那个知识 嗯... 所以在适当的时间才撒那个水上去才OK 对... 那么当然... 会画这个就是... 也... 被那种气氛了 感染到... 很美的这个 没有人画过 一般来讲 要画一间屋子很像屋子 很清楚 所以这个完全不清楚了 嗯... 对... 但是还看得出有点屋子 很多人... 有人在讲 嗯... 有那个... 气氛的感觉 可是很... 一份更浓烈的其实就是那个灯... 那个... 灯的一种 对... 觉得很热闹啦 嗯... 还有这个一条一条的也是 其实也是帮忙他 也是那种灯的一种 对... 非常漂亮 这完全就是完全靠平时练习写... 写生所得到的一种经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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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 这个非常精彩的一幅画 刚才那个是... 呃... 这个印尼... 叫印尼巴尼岛 巴尼岛 这是我们的海神庙对吗 对... 嗯... 这个... 早期应该是... 七八年前 十多年前都有在那边画的 嗯... 所以那时候的画 我还是处在一种... 是说天空是蓝的 哦... 啊... 云有白的 哦... 那么后来有一个中国的教授 嗯... 就跟我讲一句话 嗯... 他说老吴啊... 天不一定是蓝的 哈哈... 天不一定是蓝的 嗯... 我从那时候起 我就... 后来的作画里面 天空我就... 有黄的 有红的 嗯... 有... 黑的甚至都用 都用上去 嗯... 就是主要要衬托 你主体跟背景的 嗯... 嗯... 这是几年前画的 哦... 所以是比较早期的画 所以那个是后期的画 那一幅也是早期 更早的 这个应该是20年 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的书画的不同 所以你看它的... 嗯... 那时候我也是用会水 也是用很多水 嗯... 比较拘谨 啊... 比较多小小的那个... 仔细节 那时候就... 嗯... 还算是出... 出路... 出出茅庐 嗯... 这种... 觉得说应该画得很像很像 嗯... 很脆 嗯... 那么跟现在的作画完全不一样 对... 现在是大笔一笔过去就算了 对... 嗯... 20年前的 嗯... 那么也就是受中国一个... 画家的影响 嗯... 不需要 你的感情 你的感觉 嗯... 也不用管它 是... 看得出那个是一个树 就可以了嘛 对... 那那个中国画家是画水墨画 还是水彩 哇...他是多一朵彩的 哦...ok... 水彩油画水墨 哦...ok... 嗯... 所以它指点我很多 嗯...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嗯... 那么新加坡一个肖像大画家 萧雪明也是听过 萧雪明老师 嗯... 讲究阴暗 虚实 嗯... 所以也从它的那个... 激发了 嗯... 阴暗跟虚实 嗯... 主要这样 嗯... 所以才慢慢的... 领悟和研究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幅画之前的话 基本都... 毁掉了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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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太... 小孩子的气力太重 哦...ok... 可是需要毁掉吗? 可以当作一个记录吗? 成长的记录 哎呀... 没有...没有必要 所以画家非常有坚持 不好的就... 不要留着 毁掉... 毁掉... 怎么会进步 啊... 对...对... 所以这个很多年... 嗯... 所以这个... 这个就跟这个一样了 两个都是很... 对...我觉得这幅画跟其他... 刚才我们看的话 很大的差别 嗯... 因为... 这幅是比较... 比较... 传统的水彩画啦 比较传统的... 对... 都是有这样的天空 跟这样的那个... 颜色... 还有水的那个感觉 一般来的... 一定是这样嘛 对... 因为你看的天就是这样的天嘛 对... 看的水是这样的水 嗯... 后来我就不一定了啦 嗯... ok... 所以... 我们就在看这幅 这幅是近期的话 这个应该是... 有四年嘛 2018年 2018啊 2018啊... 2018啊... 十五十五年 在马来西亚... 一个雨感下大雨 啊... 下大雪生没有办法画 嗯... 所以就... 回家之后就... 凭着自己想象 当然这个... 树跟床 嗯... 是... 根据当时的那种树写... 嗯... 来处理 那么天空完全靠自己啦 嗯... 天空完全靠自己去处理 嗯... 所以这个这样一条一条 白色这个就是下雨的感觉啦 下雨的感觉 哦... cool... 下雨的感觉 嗯... 所以... 所以就融入了那两个... 还有这个... 这个很漂亮喔 我觉得这个... 这些没错 这个是树跟水平荡头 嗯... 可是我很喜欢这样的那个... 勾勾了一下 嗯... 随便勾勾一下啦 嗯... 就给它不要太过... 单调 嗯... 所以就加一些笔触下去 嗯... 那么这个就是虚实 就是说... 很强烈的... 前面的这种... 木棍啊... 嗯... 用比较干的笔来处理的 哦... 哦... 如果太过柔的话... 嗯... 它没有办法虚实 哦... 阴阳... 没有办法... 所以虚实... 老师可以解释一下 到底是什么吗 虚实... 好像这天空的处理... 我拿我拿... 这个的天空处理就很虚了 哦... 很虚的... 这幅画里面呢... 虚的地方... 太...很多 嗯... 就... 如果说... 因为如果说... 有画一首很大的船在后面 嗯... 或者在前面一个... 岩石很... 用很干的笔来表示的话 哦... 那可能... 它的... 层次就更好 哦... 哦... 因为这幅画都是... 虚的没有一个... 虚的笔触多 哦... 所以现在我就讲究 比较虚实的地方 嗯... 所以老师也可以... 评一下自己的话 哦... 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嗯... 可是会改画吗? 蛤... 你会男师傅画改吗? 呃... 有时候试过改 但是改了就... 不会很理想 哦... 还是一鼓作气那样的... 完成了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嗯... 有试过啦 结果改到了就丢掉了 嗯... 其实水彩跟油画不一样 油画一定可以... 还可以改 还可以改了 嗯... 水彩也是可以改 但是要改成那种韻味哦 嗯...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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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才有这个... 所以这幅画就有那个虚跟实的那个... 嗯... 比较有虚实的东西 嗯... 嗯... 我自己个人觉得有点不一样 嗯... 有点不一样 嗯... 反正拿的时候都已经不一样了 啊... 对啊... 对吗? 拿的时候是... 嗯... 很漂亮 好... 所以... 哦... 这个就... 刚刚好... 21年嘛... COVID最严重的时候 哦... 是COVID的时候 哦... 没有事情做 就是觉得... 哇... 那种... 暗淡的那种日子啊 嗯... 那么... 这边坐着一些... 几个人... 在后巷里面... 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在后巷里面... 在... 坐着闲聊 嗯... 在牛车水一个角落头 哦... 这个是牛车水 哦... 所以说... 这个用墨... 整个... 哦... 这个是墨... 墨... 然后用... 画一点线条... 好像蜘蛛腕这样... 嗯... 那个绿子啊... 已经死沉沉的绿子 哦... 所以就是那个... 好像我们疫情的时候 很黑暗的那个感觉 很黑暗的绿子感觉 哦... 嗯...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画 嗯... 这跟... 其实刚才我们看的画很大的不同啊 老师 嗯... 这个是比较... 不是看... 不是算换景色的 现在... 这个是画... 我自己一种感觉上说 哎呀... 好像... 人家写诗歌一样 嗯... 啊... 对... 他就看到有感而写出来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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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疫情的时候 真的是很黑暗 然后又... 还有他们又... 为什么躲在巷子 因为不可以再大街 哈哈哈... 嗯... 嗯... 真的是... 哎... 真的是... 很... 不是很开心的十个时候了 嗯...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加这些... 呃... 呃... 这些好像有亮的地方呢? 其实... 其实这种东西 我自己加上 因为不然的话 这个颜色 整幅画就... 很... 齿层啦 所以把它焦点放这边 有一些线条啦 那些旧店铺的灯啊 那些装饰品 还没有拆下来 就是挂在那边 哦... 还保留住 挂住那边 嗯... 所以才有这样的那个... 嗯... 就是说加上一些 给它画面比较活耀一点 对... 所以构图也比较有趣 因为这边 因为太黑了一片 所以我就挖 几条件 当作好像蜘蛛腕这样 嗯... 其实蜘蛛腕也是有很大的意义啦 其实如果要讲的话 嗯... 因为我们就好像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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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在这里 走不出去的那种... 对啊... 对啊... 意思... 所以整条街都已经蜘蛛腕 结满了蜘蛛腕 嗯... 对... 还有也是... 也是可以代表说 因为... 没有活动嘛... 所以变成沉了之后 就变成这样 变成蜘蛛腕 封住了啦... 给蜘蛛腕封住 嗯... 非常有意思的一幅画 嗯... 好... 哦... 所以这个是早期的吗? 这个是应该是这一两年的 一两年的 一两年的 那会大幅啦... 哦... 已经有些不适合 有些适合啦... 嗯... 觉得这个会已经主要是 表现这个天空 嗯... 是一种对永放朋友的一种思念 我们在新加坡 他们在马来西亚 完全不能够来往 哦... 完全不能来往 嗯... 那么天空处理 完全就是水的自然流啦 嗯... 没有加过特意的去... 去看那个云 哦... 一朵、两朵、三朵 没有就是由它自然的 嗯... 去处理 嗯... 嗯... 有意境的感觉啊 就是... 有思念 突然间这个故事就变得很强烈 因为... 思念着对... 对岸的那个... 家人或者是朋友 嗯...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 嗯... 嗯... 这个天空也是 现在就有彩... 呃... 紫色的天空 嗯... 嗯... 还有这个... 其实那个... 这个... 这个叫蹄啊 蹄也是... 很漂亮 嗯... 可能如果实景的话 蹄没有这么长 因为... 你画一半... 嗯... 就不够 所以我就把它延长出去 嗯... 所以才会有更... 更... 接近对岸的那种感觉 嗯... 嗯... 所以才有自己的构图 嗯... 嗯... 还有这个... 这个... 这样子... 小小的细节才会吸引到 嗯... 这个是... 自己先上去 嗯... 对... 有趣 好... OK... 这一幅的话就... 这幅就跟我们刚才看的很不一样哦 这个有点... 对... 寿墨画的感觉 很大 主要就是用线条 嗯... 加去线条 如果这个幅画 如果有点看一点 一个导影 这个有寺庙的导影在里面 冬天嘛 嗯... 所以它的那个... 荷花孤死了 嗯... 孤死很凄凉的那种 嗯... 那个寒... 寒意冬天来了 死了 全部死 但是另外一种 里面还有一些 一两只小鱼在里面 哦... 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这个小鱼 所以... 那些全部基本上就是孤了了 嗯... 那么另外一个是说 看人的心情去看这幅画的话 嗯... 用悲伤的心情 它孤了 死了 嗯... 如果用一种... 比较有希望的那种... 乐观的精神去看 嗯... 这个孤了冬天来了 嗯... 对... 嗯...对... 春天是不圆了 哦... 春天肯定... 希望在明天 对... 希望在明天嘛 虽然我孤了 再过几天 可能一个月不到时间 我又再绿起来了 嗯... 花又再长出来了 嗯... 主要那种的感觉 嗯...嗯... 嗯... 这些笔... 全部用毛笔的 哦... 都是有毛笔的 都是用毛笔的 嗯... 对... 所以其实... 呃... 看那个人的心情啊 对... 你要看沉门的冬天这么悲伤 对... 明天... 明天就是另外一个开始嘛 对嘛 嗯... 所以这个意境... 这个也是好多年前的 2017年 2017年 嗯... 可是这个很有趣的是 这个... 这个鱼儿 几个... 几个小鱼在里面 好像... 这个是好像那种... 那个... 鲸鱼那种感觉 嗯... 因为不然的话 也太单调也不行 所以就加上这个 嗯... 嗯... 还有这个鱼儿也象征着生命 嗯... 嗯... 感受到那种意境之后画的 嗯... 如果现在我再去画... 可能画不出这个感觉 对... 可能只是画到... 真的画到花草的样子 嗯... 可是没有画到那个... 那个感觉 嗯... 嗯... 所以... 我画这个画之前 也是在... 在这个寺庙嘛 嗯... 一个老和尚就说 你画得很好 嗯... 但是你没有感觉 嗯... 嗯... 所以我就... 我也不清楚什么叫感觉 嗯... 后来他就... 举一些历史给我看 嗯... 他说... 你看古人画... 画东西 嗯... 他不用画得很像 他感觉在那边嘛 嗯... 所以我就... 欸... 回来就试试看 一点而通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觉得不错啦 嗯... 所以这张就画的时候留下来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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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要慢慢的摸索和成长啦 对... 当然要先画... 要有技巧嘛 一定要先画的像先 有技巧 然后才可以慢慢的发展 那个主要在写生 嗯... 平时写生跟观察 对... 嗯... 嗯... 然后慢慢再融合 对啦... 对... 所以你看一些中国画的画家大这样 他画什么不可能搬着 嗯... 两米长的桌子 五米长桌子 在山上画 对... 对... 比如他这种感觉 嗯... 他平时吸收 这个... 就是说把他紧下 嗯... 情景全部吸收在脑里面 嗯... 回家去画 嗯... 所以我基本上 现在也主要是这样 我写生就是 正好像拍电影 看看观察人... 咖啡店人怎样做 嗯... 以后拍电影的时候就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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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接近于人嘛 嗯... 嗯... 所以我就现在主要也是 写生在 给自己资料 嗯... 给更多的资料 对... 还有人生更多的感受 啊... 看一下多一点你的故事 然后才可以自己 再回去创造新的 嗯... 所以... 写生不一定都代表 真的拿笔在那边真的画 也可以去... 能够是最好的 观察 嗯... 即使画不好也不要紧 可以够一下 嗯... 因为主要的目的是 给你... 吸收经验 吸收一些 嗯... 即使是一棵树 你今天画一棵树 明天画一棵树 它的姿态不一样 嗯... 久而久之 你落笔 它的树就漂亮了 哦... 哦... 如果你写是一棵树 字字就是字的 嗯... 但是你经过你不断不断吸收不同树的姿态 嗯... 然后你画树 它就火了 嗯... 那树就火了 哈哈哈... 嗯... 今天一个老师学了很多 嗯... 好... 所以这幅画才... 这是在... 中国的一个... 中国一个东宁市的 嗯... 一个大大荷花池 嗯... 很变化 嗯... 可是这个荷花池没有荷花了 已经没有了 已经冬天入冬了 嗯... 所以才有这样的感觉 嗯... 好... 我们现在就看最后一幅画吧 所以... 看过这一幅画 刚才我们也有一幅老家的 啊... 所以感觉上来讲 哦... 这个是老家是在... 同样过年 在福州的老家 在福州老家 过年上 就是... 画了前面那一幅之后 啊... 过了几天 嗯... 再画这一幅 嗯... 感觉已经没有像那个了 哈哈哈... 这个... 节日的气氛没有办法出来 嗯... 刚才那一幅的话 节日的气氛完全... 嗯... 不一样 我试看啊 给你看一下 所以这种感觉 这个... 插那间的感觉 哦... 那种插那间的那种 这个真的 这个比较活泼 真的有... 这个比较活泼 有气... 有气氛 这个比较... 这个已经... 暗淡了一点了 对... 嗯... 比较刻意了 嗯... 这个比较刻意了 嗯... 所以这种感觉很重要 嗯... 感觉很重要 对... 这个就没有这么喜庆的感觉 真的没有活泼这样 对... 嗯... 所以又不一样了 嗯... 可是这个... 这个看得到比较多建筑 看得到建筑 还有这个也是用那个傻的那个 到最后这些点 为了是表示... 灯光嘛 嗯... 还是用傻的 嗯... 嗯... 真的意境不一样了 嗯... 嗯... 可是这个... 那个好像是party的时候啦 这个是after the party的时候 哈哈哈... after the party 比较沉默一点 然后沉淀一下大家 所以感觉很重要 嗯... 对... 我们出去... 就是说... 作家也好 画也好 嗯... 很重要就是 多走 嗯... 多看 嗯... 要多看... 多... 吸收不同的那个... 感觉跟经验呢 对... 嗯... 才有不同的感觉 嗯... 很好... 好... 我们今天就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呃... 你的画的故事 谢谢 还让我们理解了很多不同的... 画的方法 嗯... 还有... 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最重要的啦 学习平时真的很重要 嗯... 肌肤如果说要想画到... 能够随... 随... 随... 随心所欲啊 嗯... 随心所欲 应该天天的画 要天天画 不管你画的好跟不好 嗯... 反正有动笔就有收获 啊... 有动笔就有收获 啊...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非常努力的练习的 嗯... OK...好... 这样我们今天就跟老师谈到这里 以后我们再跟老师... 邀请老师上节目 跟我们分享其他的画作 好... 谢谢 好...最后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本地画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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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